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文莱苏丹的波基亚儿子阿奇姆王子世世 年仅38岁 文莱举国下半期 哀悼七日 阿奇姆王子里世的原因 官方剧情都是没有做出说明 阿奇姆王子是文莱苏丹 波基亚的二儿子 也是他的第一位王妃玛丽亚姆所生 玛丽亚姆是空姐出身 嫁给文莱苏丹 波基亚其受宠爱 生了四个孩子 两儿两女 阿奇姆王子就是玛丽亚姆王妃的庄子 文莱苏丹的王后是他的堂妹 他们是饱晚婚姻 婚后生了六个孩子 王储就是王后的庄子 在2004年 不知道什么原因 玛丽亚姆和文莱苏丹 波基亚离了婚 文莱苏丹 波基亚给玛丽亚巨额的奢养费 还允许他带走大量的珠宝首饰 并且支付他的众多仆人的工资 阿奇姆王子从小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 生活奢华 喜欢追求女明星 经常一致前进 邀请漂亮女明星 名模出席她的宴会 2006年8月 他还狂追天后玛丽亚凯利 送上价值3980万元的巴克拉钻石白金锦链 连同配套的戒指 绯闻无数的阿奇姿王子 向来是狗仔队追逐的对象 希望能够拍到他和女明星的相片 作为身家上映的王子 阿奇姆王子对娱乐圈很感兴趣 他乐于结交明星 经常在自己的25岁生日上花费500万英镑 请麦克尔杰克逊献歌 另外 阿奇姆王子经常送自己喜欢的球星礼物 比如 相折钻石的球鞋 价值6位数美元 贫穷啊 真的限制了我的想象里 我实在想象不出 几十万一双的球鞋到底是什么样子 有钱也买不到承受啊 阿奇姆王子在38岁就离开人世 我连王室都是出席了葬礼 不但苏丹亲自出席 王后和她的几个孩子也出席了 已经下堂的玛丽亚母王妃也是来参加亲生儿子的葬礼 哭得十分伤心 后再 她还有一儿两女 不会成为师徒母亲 虽然阿奇姆王子英年走世 可是她想尽了人间的一切融合富贵 一天都是没有浪费过 而我们平常百姓一生奔波劳碌 大部分时间都是用于谋生计 又有几天属于自己呢 就算是活到一百岁 也是没有人家王子享受自由的时间多啊 阿奇姆王子38岁病故 算不算是胜如下花 享受了人间的顶级融合富贵和一切美好 随心所欲的生活 得到自己想要的一切 然后在年轻健壮的时候飘然而去 这一生过得交扫 接下来是靠石油发迹 文莱王是车迷 公主是玩马高兽 这个比广州市面积还小 人口只有四十万的小国 以盛产石油和天然气而付的流油 文莱人喜欢马球 但是常常陷于男人 阿兹玛博尔基亚公主 则是一个例外 作为国王和第二任妻子的女儿 阿兹玛公主延续了家族对马球的热爱 在全球范围内比赛 并且代表文莱在东南亚的运动会上征战 包括在2017年 在该运动会上获得铜牌 文莱苏丹非常喜欢马球 他目前仍旧是狂热的运动员 在他富丽堂皇的王宫当中 有一个马球场在皇教文莱马球俱乐部 养了200多匹马球用马 部首是来自阿根廷的顶级赛马 或是受到了家族遗传 阿兹玛公主从小就是喜欢马 直到完成学业才开始学习马球 尽管马球在全球拥有大量的女性运动员 但是在文莱 这几乎完全就是男性的天象 阿兹玛公主希望改变这一点 作为公主 他不必为自己的巨额比赛开销而担心 他的用马是来自于皇家俱乐部 数十号人服务于此 当有国际比赛要参加的时候 他们会把所有的比赛马匹送上飞机 出动的马匹动辄数十匹 当然 文莱王室成员出战的马球比赛 不仅是东南亚的运动会 也包括在中国内地举办的马球比赛 马匹装备和飞行的开销 对富裕的文莱王室来说都不是问题 据福布斯报道 截至2008年 文莱苏丹的净资产估计为200亿美元 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 据报道 苏丹是以庞大的汽车收藏而闻名 根据吉尼斯世界记录 苏丹四人收藏有600多辆劳斯莱斯 450辆法拉利和134辆科尼赛克跑车 这是世界上该品牌最大的收藏 据阿兹马公主透露 文莱马球的经济是来自于他的父亲 他负责监督整个事情 一位驻扎在文莱的英国骑兵军官 在20世纪80年代和他一起启动了整个项目 据悉 为了增强防卫力量 应文莱苏丹的请求 英军有一支部队 称驻文莱诱赛 称为英军驻文莱部队 自1997年 香港回归中国之后 文莱诱赛成为了英军 在运动地区保留的唯一基地 文莱主办了众多备受瞩目的国际马球锦标赛 参赛队伍来自世界各地 还有不少来自阿根廷的女运动员 这让阿兹马公主羡慕不已 她定期飞往世界各地参加比赛 并且利用一切的机会 向其他的女运动员学习 作为文莱最适合欢迎的马球运动员 阿兹马公主将以自己为榜样 带动文莱的女孩子扩上马背 促进女性参与体育运动 对阿兹马公主来说 这并不容易 不菲得玩马开销和保守的男权社会 让不少女性对马球运动物而止步 不过太坚上路了 最后是 文莱王子研之报表 拥有604辆老斯莱斯 1788间房 宠物都是老虎 作为世界上幸福感最高的国家 亚洲最富有的国家 文莱的人可是十分富有的 更不要说文莱的王室了 首先是有钱 作为亚洲最富有的国家王室 马丁王子所在的家族 可谓是相当有钱 光是劳斯莱斯 就是拥有了很多辆 很多都是限量版 珍藏版 不只是劳斯莱斯 其他名车那也是 饮有尽有 每天在大床上醒来 在超大的豪华花园当中 晒太阳游泳 有庸人安排日常起居 除了享受 什么也不用做 小说里的生活 真是太人的羡慕了 马丁王子居住的宫殿 光是房间 就足足有1788个房间 其次要说的就是实力 身为皇室成员 马丁王子可没有活成 顽固子弟的样子 相反 他还是非常有实力的 作为一名不折不扣的学霸 马丁王子就是那种 长得有钱 还帅的人 还有实力的人 马丁王子 2011年 毕业于英国桑德赫斯特 皇家军事学院 这个学院 你听着可能不太熟悉 但是这所学校 可是被称为 军校当中的哈佛 威廉王子和丘吉尔 也是这所学校毕业的哦 军事毕业学校之后 学霸马丁王子又靠入到 伦敦国王学院 修得硕士学位 各位校友和同学 对马丁王子的评价 也是惊人的一致好评 不但如此 学霸的其他课外活动 也是相当的棒 各种极限运动 跳伞 蹦极 滑雪 骑马 马丁王子都是多有涉及 各种运动 对于军校出身的马丁王子来说 更是不在话校 什么游泳 马球 足球 甚至连武术 那也是手到前来 有钱 有实力 就算了 马丁王子的颜值 那也是相当的高的 和我们都熟悉的文来人 武尊来说 那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不管是修贤装 还是军装 还是正装 那都是相当的有形 马丁王子的社交平台上 现在已经有将近140万的粉丝了 所以马丁王子也喜欢在上面 分享自己的日常生活 大家都知道 马丁王子养了一只很可爱的小老虎 也总是晒出自己和小老虎的合照 有钱就是任性 想养什么动物都可以 有的人那可以说有钱 所以有实力 马丁王子真可谓是有钱 有实力 还有一只妥妥的人生赢家啊